民众要打疫苗得先进入中央预约疫苗系统 点进去后有几种方式可以预约 包括健保卡或健保APP等 现在又多了一种方式 台北市政府将台北通串联中央系统 用台北通也能预约施打疫苗 有的时候我们透过台北通的APP 整个疫苗预约的一个部分呢 就是第一个先点选我们台北通的服务 然后再点选他疫苗预约的一个功能选项 那我们进去后就可以串联到 我们中央的这个疫苗预约系统 这部分呢在选定我们必要的时段跟地区以后 那就可以进入整个确认完成 那在预约完成后我们会把结果再回送给台北通 所以我们在台北通可以查到整个预约的结果 从一开始你知道我们就知道 要建立一个ICT系统你知道 智通信系统最重要就是要建立一个 identification就是那个 标示这个认证系统 那台北通是一个实名制 所以我们因为这样你知道 我们不可能啦 去市场要下载一个APP 去医院也要下载一个APP 而且打疫苗又下载一个APP 那每次下载下来要填资料 填一大堆再去认证就太麻烦了 所以一开始台北就想好了你知道 我们用台北通 既然一次认证 那用台北通再去连上唐红的系统你知道 一次就解决了 因为他已经已经是实名制 你连上去的时候就不用再去填一大堆资料 姓名啦 设计真字号啦 电话号码 因为那个台北通上面就有了 所以我们是在这个唐红的预约系统上面你知道 然后我们用台北通你知道 去把它间接 那将来不管中央又出现一个什么新的APP你知道 我们都可以不用重复一下载那么多APP 只要下载一个台北通 应该是实名制再连过去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要在台北 这个生活愉快你知道 一卡一通一户 请大家记得卡悠游卡 一通台北通户悠游户 然后台北通又绑悠游卡 台北那个悠游户也绑悠游卡 台北通再绑悠游户 各个串联 这样后来会把你的整个实名制的系统都建立起来 从台北通连上中央系统后 资料会回传 日后更改预约资讯时 可以直接于台北通上修改 让台北市民预约疫苗更贬利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